各位,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建議 全世界來說,大部分人都說 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地區問題 需要一個兩國方案 一個國家是以色列,另一個國家是巴勒斯坦 但目前比以色列把巴勒斯坦地區分割成兩部分之後 有些問題出現了 現在大家看到圖,我把它縮小一點 方便大家看看 縮小一點 這裡是加薩地帶,以色列 這裡是西岸,West Bank 加薩地帶基本上是一個坪 以色列是巴勒在坪的地方 留下山區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因爲地理關係,有人建議 加薩地帶成為一個國家 以色列是一個國家 另一個國家是由西岸民眾所組成的三國方案 我們看看其他國家的原因 第一件事先說一說他們的分別 現在這裡先看一看 這裡是加薩地帶 加薩地帶是一個海邊平原的地方 再進入這裡就是以色列 我們繼續看下去 從海邊飛過去 我們看到現在是加薩地帶 加薩地帶一路過去 然後就是加薩地帶 加薩地帶基本上 加薩地帶是一個郊區 主要以做生意為主 人口密度非常高 而我們也知道加薩地帶 人均的學業成績非常高 這裡指出 西岸是完全不同的 加薩是一個市區 西岸是一個郊區 加薩地帶是平原 西岸的地區是山 加薩地帶很小 但是西岸那邊大很多 加薩是很密集的 但是在西岸那邊是很分開 加薩是一個沿海的地方 它對著地中海 而西岸是完全一個內陸國家 這裏有一幅圖 有一個用無人機拍的 就是由海岸邊飛過去 它裏面給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名字 我不知道在哪裏 但是這裡我們看到 這是以色列地區 以色列地區應該是Telaviyah 然後飛進去 這樣就可以飛到去 這就是安全網 後面應該就是西岸地區 西岸全部是山 但被以色列全部加開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個安全網 變成了大監獄 經濟上也有很不同的經濟 加薩未來經濟 應該是靠一個國際關係為主 主要做商業、旅遊、經濟、服務業、交通業的生意為主 西岸本身是一個農村的地方 比較上沒有加薩地達這麼發展 所有的東西是要靠以色列 因為是被以色列阻擋住它 是無法出島去海的 在內部政治來說 也不是完全相同 加薩地達那邊大約有兩百萬人 而西岸有三百萬人 而加薩地方現在被主要控制的政黨 就是哈馬斯 哈馬斯是一個屬於回教的政黨 是一個宗教政黨 但是西岸那邊 仍然是阿拉伯人 或者是巴勒斯坦人 但是他們沒有什麼宗教主義 所以兩邊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 這就講到另一件事了 而如果要講他們可否團結起來的話 第一 你兩個地方隔開 很難成為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被另一個敵對國家隔開 這個很難成為一個國家 例子當然就是在印度那邊 印度隔開了兩個伊斯蘭國家 一邊就是巴基斯坦 另一個就是巴基斯坦 另一個就是巴基斯坦 這兩個國家被印度隔開了 本來以前來說 就是巴基斯坦那邊 叫東巴基斯坦 但兩邊隔開了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政府 所以自然分開了 另一邊是巴基斯坦 同一理由 這裏就說 如果是被這兩個地區的巴基斯坦 可以獨立成為國家的話 這兩個國家的團結極有問題 尤其是中間有一個伊斯蘭在 你說如果中間起一條什麼 讓這兩個地區可以互相來往 這條通路無論如何都要穿過伊斯蘭 伊斯蘭一定不會讓你這樣做 所以這個沒有大可能 因此他提出 不如就變成三個國家的方案 就是加薩地帶一個國家 以色列一個國家 另外西岸一個國家 要立國自然要做一些公投 現在在以色列左手左腳之下 就算將加薩地帶和西岸 強硬逼他要做公投 都很難的 所以他現在就開始提出 不如我們一起做一個三個國家的方案 這個好不好呢 它有些道理在這裏 有些道理在這裏 因為很多時候民族性和國家都受過地理影響 我們這幅圖都很清楚 加薩地帶是平的 是近海邊 西岸是山區 在民族性各種都不同 目前來說 他們因為以前是同一個地方 和一些猶太人混居 但現在被以色列堅硬分開之後 移回到一九六幾年的兩國方案 其實的確是有不少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朋友提出來的概念 都值得大家考慮一下